很多朋友圓圈都是唯一的子女 因為他們真的給了很多空間你去想的 你的creativity就是那裡去慢慢形成 我身軌大廈 行人穿大絲 樂樂樂 散開拋鬥急 我等你急 第一道幾條急 教育方面 英國和加拿大的教育 會不會其實很類似呢? 我沒有在英國讀過書 但我明白因為始終離開了香港 因為香港是一個精英咒或者是一個很甜蜜式的教育 那你一旦離開香港的時候 其實就等於香港的International School 如果你覺得香港的International School是合適 是一個很好的教育模式 他們真的給了很多空間你去想的 你的creativity就是那裡去慢慢形成 而且其實在外國讀書主要就是去 教育你的communication 就是怎樣跟別人去溝通 所以如果你會留意在外國讀書 跟別人去聊天啊 或者去工作職場上面啊 甚至可能要做presentation啊 做pitch啊那些呢 是可能會有一個優勢的 但是如果跟英國比較的話呢 坦白說我覺得應該很相似 多不多? 超多亞洲人 超多 超多亞洲人 其實在我自己1995年就已經去英國了 我想我去到大學畢業之後呢 就多了很多亞洲人去到英國去讀書 就是你過去1995年的時候應該都比較少 那時候少很多 就是那時候我自己讀的中學 可能十隻手指就數了亞洲人 全家學校 就是連韓國人 日本人很多的 香港人 那時候沒有中學人 但是那時候是1995年 哈哈哈哈 聽起來就 始終歐美的介入模式 就比較累近 香港始終亞洲就填鴨式 甚至是精英制 因為在香港其實 日本地大學 政府資助大學的入學率 大家可能都知道其實 比起歐美是低很多的 所以整體來說 歐美讀書的壓力就輕鬆很多 因為香港很看重名校 對 客人找到我們都會問 我住那裡的校網 那裡不可以的 那裡有沒有很多不同的學校 有很多人比較的 但是我很想說這個點 就是你們去考慮校網 整個精英制 其實全亞洲人都做出來 自己做出來 那外國人就不理 就是不理這件事 我家裡最接近那間 就不在那裡讀 就是他跟你的地址 去分學校的 這個也是 那些人去外國 最應該知道的東西就是 如果你去追求 就是書本上的知識 其實香港是難過英國 加加拿大 去到外國讀書 其實你是在學著 當地人的思想 當地人的文化 同時讀完書那麼久 我覺得很重要就是 去完外國之後 覺得世界大很多 那個眼光闊很多 有時候的家長 或者朋友問我 其實讀哪一間學校 他的排名 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香港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香港有很多雙科 但是你發覺 在 至少在英國 沒有什麼雙科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在外國讀書 特別在英國 我自己講英國的個案 就是 那些人知道 大學讀過科 是不可以決定 他的前途 他的將來 所以他們讀大學的時候 永遠都是以興趣 來選科學生 我不知道加拿大 是不是也是 一模一樣 當然 亞洲人對雙科是一個優勢 因為對數字很敏感 所以變成 其實很多的華人 去到加拿大的大學 都是讀雙科為主的 因為他們容易 所以證算師 會計師 很多華人 加拿大就不會鼓吹 某一種人 或者鼓吹年輕人去讀這個科 就是這個科 因為在中學的時候 因為一些高校的教授 他們都比得很重 所以變成 你們真的可以 去花時間和他們 聊天 你的將來 他們的建議就是 就像香港那樣 你只有一條路 只有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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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會計師 就是律師 總之一條路 你去到加拿大的情況下 如果你真的喜歡做藝術 的話 他們會 highly recommend 你做設計 明白 做fashion design interior design 但是香港不會 甚至於這把媽媽 都不會想 找到自己 都找不到自己 找不到自己 很容易吃的 就是在香港 賺錢真的加難的 坦白 就是在香港讀雙科 安全一點 安全一點 就是我自己 我跟你們不同 我真的土生土在香港讀書 在香港長大 看到的 在香港是要面對現實的 所以我自己有感受 就是 給小朋友 真的移民 因為 你在香港 你怎麼能否認識到 你子女除了 蜜師蜜師進入雙科 其實生活真的很艱難 在香港 如果想 小朋友可以做科學家 做藝術教 EVA 其實外國的空間很大 不是香港 真的可以做太空洋 是啊 真的 真的 我自己 很多同學 那時候可能 就是去外國讀書 他們做的工作 跟香港人很不一樣 現在都留在那裡 根本在香港 沒有可能發展到的學業 看看你想要什麼 就是 如果你說出名的大學 例如說教育 始終英國都有劍橋 劉津 始終都是全球認可的大學 如果你想有一個 國際認可的學位家事業 我自己會覺得英國好一點 對 但是如果你想有一個簡單的生活 就不是說 加拿大的教育 只不過是英國那幾間出名 或者整個倫敦的經濟大一點 就算你離開了英國去到其他國家做事 都認識成會高一點 如果想有一個簡單的生活 就是 即是HAPPY THEIR AFTER HAPPY ENDING的話 其實我自己都會覺得加拿大的 我這裡我都會想說 就是我會建議那些想移民的人 是先救了自己 就是你一定要自己開心先 你適應到了 這樣你才開始想他們的效果 就是應該是 救了自己先 救了自己先 如果你反過來 用效果來決定你住在哪裡 那可能有個危機 就是你去到一個可能 是二三線城市的 不是市中心的 那你完全不關閉 沒錯 你的小朋友回學之後 你整天躲在家裡 不知道做什麼 那到時可能會更加慘情 超慘 肯定會抑鬱 所以其實建議大家 不用考不考慌 去到加拿大英國 你當是自己在香港 入了一間國際學校 到處都一樣 說得好 選一個大家 就是不要只想瘦仔 都要想自己 大家都生活得開心的地方 尤其是 其實小朋友適應力很強的 超強 是大人適應不了的 那就是 找一個大人覺得舒服的地方 大家就生活得開心 住熟了 那裡再考慮看看 去哪裡 我覺得 落腳點是應該這樣 大家記住 這條片要看到 最後最後 那些提示呢 到時會告訴你 所以 點讚我們Facebook 在我們Youtube頻道 按訂閱 知道我們的資訊 還有就是 有很多人問 我去到外國 紅蘇綠眼 會歧視我 那阿San說一個 很棒的 就是 不要有太多期望 我會很值得這樣說 種族歧視 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會發生 香港也有 所以 對 香港也有 所以我會建議 會建議那些人 不要將每一件事都這麼 這麼 或者阿San 你講 將你的 期望 降低一些 不要每一遍都 不要每一遍都 我都不懂 中文中文怎麼說 不要放在心裏 不要放在心裏 什麼都好 開放一些 因為始終 一定會有人 狡猾你 一定會有人 一定會有人 你 你們要先預先 因為始終 其實香港人 跟英國人一樣 是有一種 很誇張的 就像香港人 香港人真的厲害 真的賺到錢 又不是說到 這麼 negative 有自尊 心強 沒有是 非常好的事 但只不過是 你現在是要去適應 一個新的環境 就是你要跳出 你的 comfort zone 這個東西 不會令你容易 Life is never easy 但如果你令事情 再難一點的情況下 就很辛苦 所以 結論就是 不要以為一定會 一定會以一些 屬於自己去移民 對 大家是為了追求一個 好的生活 沒錯 一個好的生活 你要有心理準備 中間有一些 會可能相對難一點的時間 沒錯 要去適應 我都聽Sam說 其實適應的期間 情緒的波動 可能會大一點 盡量去加入 一些 community 其實 你會在Facebook 在Facebook會看到很多 那些 ethnic group 可能在加拿大的 可能在加拿大 Canadian Hong Congress 或者是 London Hong Congress 你不要介意自己去 加入那些 group 認識更多 一些新的朋友 沒錯 這樣會令自己 感覺到那個 我自己叫做 sense of community 會令自己感覺 更加 family 沒錯 更近 會令整個人的感覺 會舒服一些 沒錯 而且我也想說 其實我認識的香港人 都相對比較內斂 其實即使很朋友 都好 他們都不會經常見大家 香港人 不是 香港人真的很蒙 對 所以變成 剛才你說的 sense of community 其實真的很弱 因為他們的 sense of community 是很弱的 而且香港人 會覺得 我找你 是我煩著你 因為大家都很忙 對 很怕找人 免得阻礙你 自己遇到困難 都不敢幫他 對 但是其實在外國 是很需要去走這一步 嗯 which is the same as Sam 想說的話 嗯 我在加拿大融入 當然我自己的性格 都比較 outgoing 很棒 主要就是因為 我回了教會 因為始終你小朋友 有個團體 一班同樣的人 那你轉個頭 你就融入了 當然小朋友容易一些 那我就 apply 回到我媽媽那裡 嗯 因為我媽媽去的時候 其實都有一些情緒的困擾 就是可能思鄉 就是經常都心情不好 那就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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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很多的 但我也讀他吃了很多的 哈哈哈哈 先鬥一鬥 那就是因為 就是我不是說 你們一定要回教會 或者什麼 但是因為這些就是一個 這麼 strong community sense 的地方 真的可以令到一個 覺得好像沒有用 或者覺得 格格不入的情況 就令到你融入了在那裡 就是Exactly 你說 你移民一定要 準備自己 經常性的 都要離開你的舒適區 YES 去做一些你在香港 是完全沒有想過會做的事 沒錯 可能就是去 join 一個 group 然後去隔離 去認識一些新的 就是 香港人 是很不習慣的事情 沒錯 就是很奇怪的 為什麼要聚在一起呢 為什麼要見你呢 是啊 香港人是這樣 但是 二米的時候 要有心理準備 去加入一些 community 令到自己有一個圈子 就快點實驗 很多謝阿Sam 謝謝阿Sam 給我們訪問 記得like我們facebook subscribe我們youtube channel invi898 還要subscribe 阿Sam的youtube channel 我的channel 叫做Sam Law Communication 教你人生最重要的溝通技巧 我會在一個channel裡面 教你怎樣寫CV 建功面試 職場溝通技巧 Marketing 和copywriting 令到你可以找到更加好的工作 有更成功的career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話 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客戶 令到你的生意更上一層 所以如果你喜歡我的資訊的話 記得一下你click我的鈴鐺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都說了這麼多 希望可以解釋到你的問題 但是呢 你們真的要告訴我們 你想知道什麼 因為你不告訴我 我們都不知道要回答什麼 記得按那個鈴鐺 主原因是 因為我們有律師團女 和移民的顧問 所以一定可以更新的資訊給你們 在youtube那裡有一個link 是我們的les898移民表格 記住 記住 如果大家想移民的話 就填這個表格 我們mv898的專人 也就是我阿森 或者是Tommy 就會親自聯絡你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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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向香港的失業率 真的是全世界最低 相對歐美那邊 你六十七 甚至是雙位數字 失業率的 那那邊是不是真的 那麼難找工作呢 李貓 警察 他一定可以再次 來 多謝大家